哈哈 哎呦我的妈 鬼影来自乌影中 灯火一面 起零空 各位好 又到了礼拜一 鬼灯假 我们又收到观众投稿 到我们的Facebook官网 他们说跟朋友去啦啦山玩 大半夜在一个弯道处拍照 为什么叫弯道处拍照 后面明明没有人 但是拍到一个疑似 临界朋友 大家一起先来看这张照片 一起看 是 这张照片 是前面那张照片 前面那张照片 还是哪个是鬼啊 哪个是鬼啊 大家冷静 对啊 前面那个呢可能是因为 前面那是真人 哦哦是真人 可能他有点晃动到 可是后面 他后面是没有人 但是拍得非常清楚 是一个 对啊看起来好像他的朋友 他第一次人灵 你们注意看那个灯光的光源 来的不一样 前面那个正面是从正下方 有没有 可是后面的是从侧面 你拍过电影 你知道光这样打 对不对 从这一方面打上来的话 你后面今天会显向 对对没错了 但是后面是黑掉 嗯 然后他前面这个光源 可能是来自于他的摩托车 哦 有没有 或者是他前面有一个手电筒 或什么之类的 嗯 但这两个光源的不太一样 所以后面那个 而且他后面好像一次看到两只手 这样子 这样子 嘿嘿嘿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只要讲说 这位年轻人最近出路平安了 就小心一点 所以顾到啊 不该怎么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这位朋友呢 能够这样 在我们这边投稿 看到你的投稿 我们非常的 惊讶 你居然拍到 哈哈哈 我该恭喜你吗 哎不行 谢谢你 还是一样 马上进行我们的 灵异影片分享 请看 哎呦 这是看板吗 不会吧 屁嘞 那是看板吧 人型力牌了 对啊 很可怕 这是想起立牌了 哎呦 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穿扁扁的啊 我穿和服啊 而且我猜扁扁的 身体好小啊 穿和服 穿和服 这扁扁的 哎呦 穿的这个眼神好可怕哦 这是 她的臉是不是有在動 沒有沒有 她臉的角度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這個是一個過新年的時候 全家人很開心的在聚餐 然後在拍攝的時候呢 就發現後面有一個穿和服的 一位不知道哪裡來的朋友 然後呢他們可能想說是不是 因為這個新年的快樂的氣氛 然後吸引到這些沒有家人的 靈體一起 顯像 而且我們剛剛看 她的臉其實 她進而在變 她其實她臉稍微有一點 動性 對 所以不是說什麼 你們一開始人形立牌 可是她臉其實有動 就是微微動的好詭異喔 然後鏡頭拉鏡的時候 其實看出來也是立體 而不是那麼 但是那個拍得非常清楚 跟我們剛剛那張照片其實 搞不懂哪一個是 今天這兩個都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真實 好 知名作家三毛 生前與好友間的約定 在她往生後一一實現 在明月實習的玉兔 早有耳聞這間醫院的恐怖殘文 這次真的讓她碰上了 從小就有靈異體質的迪志偉 婚徒居然把這體質傳染給老婆 老婆常常在半夜裡 聽到迪志偉 說奇怪的話 在老公時 也愛其分享的經典鬼故事 沒想到她也在場第一 令人頭皮發麻的細節 參賽者都會詳細告訴你 你準備好了嗎 先來聽聽阿嬤像KID警告什麼 這件事情呢 是發生在去年的八月份左右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帶著我朋友 然後想要去芙蓉玩 後來我們就騎機車 想要走那個深坑那條路 中間會經過那個平溪 什麼青銅那邊 然後我們就騎騎騎騎 然後就發現說 有點累了 想說在青銅那個地方 先休息一下 然後就逛個老街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是 已經快要六點多了 已經是傍晚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要走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說 小朋友來給阿嬤捧場一下 就是阿嬤請你喝個清草茶這樣子 然後通常我們是 不會去停留的 因為就想說 這只是一個 就是招攬生意這樣子 可是那個阿嬤就是 就是我們覺得她很像 至少有一百多歲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老 就有點像仁瑞的那樣子 就是皺紋就非常非常多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是 不要那麼沒禮貌 想說 就給阿嬤捧場一下 然後我們就 買了那個清草茶 然後阿嬤就在跟我們聊天 聊聊聊 然後說 阿嬤 好好跟你講 等一下騎車千萬要小心 好不好 要聽阿嬤的話 然後 結果我們就說 喔 好好好 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阿嬤突然 要跟我們講這個 然後當我們要騎車要走的時候 然後她還說 小兄弟 阿嬤講她要聽喔 齁 然後我們就覺得欸好奇怪 可是也沒有特別去想怎麼樣 然後就去騎 結果沒騎到五分鐘 前面就有那個警察的零件 然後我們就被攔下來了嘛 然後警察就看我身分證 就說欸 林博生 喔我本名叫林博生 然後他說林博生 你剛剛是不是已經來過了 然後你再繞回來這樣 然後我說沒有啊 我剛剛第一次騎過來這樣子 他說 可是剛剛這層面 已經有一個叫林博生欸 然後我說 他說不然你看一下 然後我就看一下 欸 真的有一個人 就是個同名同姓叫林博生這樣子 然後覺得很貓 然後那個大概是在 半個小時前過去的這樣 然後我想說 唉唷 那就還滿特別的 也沒有特別去想怎麼樣 然後我就繼續騎騎騎 然後那時候已經七八點了 就整個天色都已經暗下來了 我就騎騎騎 就是在那個山路裡面騎 就非常暗 突然看到遠遠的就是有一個 很亮很亮的燈光 然後我想說欸怎麼了 我就這樣騎過去看的時候 就救護車啊 還有那個警車啊 全部都在那邊 然後就那個探照燈 就往山谷下照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 跟一些男生在後面 一直喊著 在對著山谷喊說 林博生 林博生 你趕快起來啊 林博生 就是還有 還有叫其他名字 然後中間有一個名字 就叫林博生 然後我就整個嚇到 我想說 就是如果 就是當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阿嬤 就是知道我會發生事情 然後把我 留在那邊半小時 然後 不然那個 掉到山谷下 那個林博生就是我 這樣子 就是有點抓交替的感覺 所以很多事情呢 有時候講是巧合 其實有時候 不是巧合 像那個 你也可以合理的解釋 它是巧合 對 但是如果你 你說它不是巧合 也是一個很詭異的事情 其實在那個 我們三翔那邊大爆席 其實那邊是台灣十大惡系集 超多超多 很多人在那邊溺斃 可是你知道這麼多年來 同名同姓 這有的那個字是很難寫的 居然都有 男的女的都有 同名甚至有一天 兩個同名的人 都在那邊 這要怎麼解釋實在 到現在都很難去說 我算是撿到一條命 誰說你可以講鬼故事 這故事發生在 也是我剛出道沒多久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就演藝圈常常流行 就是去金門跟馬祖遙君 那一行人 大概都有七八個藝人 那那次我就是 我記得是到馬祖去 那在表演的當天 我們就去那個表演廳 那表演廳旁邊 其實就是義工隊 那那個義工隊裡面 剛好有一個 我的好朋友 他在那邊當兵 那我們就 台上就有人 在唱歌表演的時候 我們就在台的另外一邊 比較安靜的地方 我們兩個就坐在那裡聊天 那時候我那個朋友 就開始就跟我講故事 他就說 你知道我們這裡 有就是阿兵哥 常常在睡覺的時候 就是眼睛一張開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 站在他們床前 然後 看一看之後 頭就掉下來了 那 我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女生在這 他說好像是以前 就是在那個表演廳外面 其實很荒涼 那有發現一個女生呢 被就是奸殺了以後 然後那個警察來看到的時候 那女生已經被勒死了 勒死 而且頭是斷掉的 所以就從此以後 很多阿兵哥就看到這樣的景象 但是我就在旁邊 我就這樣聽一聽這樣 聽一聽完之後 大家就表演完了 就要一行人就要回去了 那要走的時候呢 剛好同行的有一個藝人 他是陰陽眼 他很出名的陰陽眼 然後他那時候他就問我 那個女生就問我說 欸 剛你們在講故事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在聽你們講故事耶 我說真的假的 你看到一個女生 站在我們後面 他說對啊 他說那個女生就這樣 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我說然後呢 他就說 逢人就講鬼 這個時候我有點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講到那個女生的故事 那個女生就站在我們的後面 聽我們講那 他自己的事情 後來呢我想說 那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越聽越害怕 晚上我們回飯店 我還一個人睡覺 接下來到飯店睡覺的這一段時間 發生的狀況 我到現在都還分不清楚 到底是我做夢還是真的發生了 這件事情 就晚上的時候我們就休息了嘛 那大概十二點多的時候 就有人看 就有人在敲門 我聽到有人在敲門 那我就去開門 開門看 沒有人啊 而且因為那時候那個飯店很古老 所以那門是有鍊子的 所以有鍊子還是酸著 我就這樣打開看 沒有人啊 就關起來 繼續回去 就要休息 過了一會兒 又有人 又敲門了 這時候我想說 是不是有人惡作劇啊 我就想說 好 那就往那個 門縫這樣往下看 如果有人站著的話 我會看得到嘛 也沒有人啊 接下來我一看完之後 他又開始敲門了 這時候我就把那個鏈子打開來 一開門 就看左右 也是都沒有人啊 這個時候我一推頭 我整個人就定住了 就好像那個 就是整個殺眼了 然後整個是黑色的一片 這時候我就感覺到 我好像是靈魂出竅一樣 整個飛上去 然後看到我自己 而且我看到我自己是背對著門 然後呢 有另外一個女生跟我面對面 而且是這麼近 然後我想說 那個女生到底是誰啊 而且我現在怎麼會在上面 看到我自己 所以我就已經嚇到了 當我這樣心裡在想說 她是誰的時候 這女生就開始慢慢抬頭起來 就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一直到最後 我覺得她已經是 整個頭是往後掉了 後來就整個掉下來 我整個嚇到 整個嚇醒了 整個醒來之後我是在床上 然後想說 那可能是我做噩夢了 因為我今天發生那些事情 後來東西我收拾了一下 我就趕快跑到 不敢跑去那個陰陽眼 那個女生 女藝人的房間 因為我怕她房間也很多 所以我就跑到另外一個 她剛好也有帶宣傳 兩個人 我去敲門 結果一打開 那宣傳本要問我說 欸 你 然後我就說 欸我可以睡你們這邊嗎 然後那個女藝人就出來 她看到我 她就把我拉進來了 也沒有多說話 就把門關起來 後來大家就三個人 因為我很害怕 我也不敢說 所以我們三個人就睡 睡了一整晚 第二天早上 東西收拾收拾就走了 但是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為什麼我一進去 他們後來都沒有講話 然後我就問那個女人說 欸你昨天怎麼 就是也沒有問我說 發生什麼事情啊 她說沒有 因為我剛好看到你在講話的時候 後面就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跟著你 然後呢我看到她說她的頭就掉下來了 所以我趕快把你拉進來 而且我也不敢講 所以不只是我一個人看到這件事情 是也有其他的人看到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告訴我們說 不要隨便亂講鬼故事 在這邊我補充一個 也是 不可以亂講鬼故事的一個 哎呦 事情 哎呦 就是有一個人呢 她很愛講鬼故事 她就每一次都要講同一個鬼故事 嚇每一個人 哎呦喂呀 她就很開心啊 她講笑話 她很可怕嗎 就笑話 沒有沒有是真的 然後她就每次都要講 我跟你講這個 有一次有一個鬼故事 她跟每一個都講 她是不是忘記了 她是不是忘記了 然後又講一遍 不是她就是 比如說我遇到你講一遍 我遇到你講一遍 每一個不同的人都講一遍 我遇到她又講一遍 那有一天呢她在開車 開 她又在跟她旁邊那個講 同樣一個鬼故事 然後我跟妳講一個鬼故事 講給妳聽 妳看 然後突然間呢 她在開車喔 她講的那個故事 她講的那個故事 我扶起來 是在說我 不是她說 請妳不要再講我的故事 哇 從那時候開始 她再也不敢講 哇塞 這 雖然很短 但是很恐怖 很恐怖 更恐怖 她從哪邊浮起來 車外面 車外面 在行駛當中的 開車嗎 因為開車因為兩位我聊就嚇死 對對對 然後她就講說 我跟妳講 鬼故事 講講講講 她突然就這邊就 嗯 不要再講我的故事了 哎唷 傻眼 從此再也不敢講 哇 來 覺得黎艾琪講的比較恐怖的 請按燈 1 2 3 4 好 這個 石頭毛 石頭毛 嘿嘿嘿 我來找妳了 其實在我結婚之前 我一直有一個很奇怪的體質 我看不到 可是我感覺得到怪怪的 就像有些人聞得到味道 聽得到聲音 但是我就是感覺得到 這個地方如果有 好兄弟的存在的話 我的身體會不自覺的發麻 所以在我結婚之前 呃大概二十七八歲之前 我常常在睡夢當中 有所謂鬼壓床的情形出現 我常常會透不過氣 會覺得有人壓著我的脖子 直到有一天 我結婚之後 上了一個談話性節目 這節目也是講鬼故事的 我在這個 鬼故事的 講鬼故事的現場當中 我講了一個 母女燒炭自殺的故事 她是一個真人真事 我講完這個故事之後 隔一天回到家 那時候我太太懷孕 我印象非常深刻 大概九個月十個月 差不多要深了 在那天呢 我突然覺得 全身半邊發麻 從頭 眼睛 鼻子 嘴巴 手 腳 全身半邊發麻 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是不是要中火了 你很害怕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太太挺著大肚子 送我到醫院去掛急診 醫生檢查老半天 就說你沒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還是要回院再做仔細的檢查 所以我真的 我去過五家醫院 台大 長根 國泰 龍總 還有馬街醫院 都檢查不出病因 隔了一個月之後呢 我又再去上了這個靈異節目 遇到了老師 還有白雲的前妻子儀 他們都跟我講說 哇 志偉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難看 其中呢 子儀告訴我說 我偷偷跟你講 兩人跟兩個 我聽到這樣的消息的時候 我全身發麻 我說什麼跟兩個 你講清楚 他說有兩個女的跟在你旁邊 這個時候 一旁的老師負荷 老師說 他不但跟著你 一旁的女孩 靠在你的肩膀上 壓在我的左半邊的肩膀上 我那時候才想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 我左半邊才會麻呢 那個老師告訴我的確如此 所以我現在來幫你做個法事 老師幫我做簡單的法事 告訴我說 我幫你做這樣子 只是治本 不是治 只是治標不是治本 最好的方式是 你要跟他對話 我聽到說我要跟他對話 我從小到大 即便我可以感應得到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耶 我怎麼敢跟他對話 因為那時候我的心裡 還是半信半疑的心態 可是畢竟你看了五個醫院 找不出病因 你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老師告訴我說 我今天幫你做完之後 也就是幫你開了所謂的天眼 你看得到他們 所以你要在今天晚上的十二點鐘 看你要用走路的 開車的或者是 就是要一個人在五夜零點 十二點的這個時間 跟他對話 那我回家之後 我跟我太太講這件事情 他都說我是神經病 他說你絕對是心理因素 你不要聽老師亂講 而且在我跟他講說 我過去有這種靈異體質的時候 他也都嗤之以鼻 他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 好兄弟的存在 雖然說常常在睡覺的過程當中 我被被壓哇嚇醒把他嚇一大跳 但他都把他歸咎說 你的壓力太大了 他完全不會相信是跟 靈界的朋友有關 那一天太太告訴我說 如果你要這樣做 你才可以心安的話 那你就去做 要不然我們也找不到別的方法 老師說你要獨自一個人 那我就沒有辦法陪你 其實太太心裡或多或少 也會覺得害怕 所以我就真的在那一天晚上 十二點的時候我自己開車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從台北中校東路上高架 就是要往這個機場的那個高架橋 往三重的高架橋 我一開上橋 看準時間十二點 我一開上橋 我就一直注意我 這個照後鏡後方的座位 大家想想看 晚上十二點 車子很少人也不多 然後你要跟他對話 我就一邊開車一邊講說 我不知道你們是哪裡來的 我也不知道我哪裡得罪你們 我現在太太才剛懷孕要生了 所以我不能發生任何的問題 左半邊麻痹真的讓我非常的痛苦 我沒有辦法好好工作 我常常要提心吊膽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 有什麼深仇大案 一定跟我無關啊 或是你要讓我知道 你到底找我要幹什麼這樣 所以那時候其實一邊開車一邊會擔心 真的現行給你看 還好沒有現行 可是整個我整個的氣氛 就讓我覺得很恐怖 就到那天晚上回到家裡去之後 我那天晚上做了一個夢 這個夢非常的真實 我在睡夢當中 突然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眼睛一睜開 我還在房間裡面 床頭佔了一名兩個女的 一個是大概四五十歲年紀 一個大概是十七八歲的 高中生的樣子 他們臉全部是黑色的 眼睛有點微微上吊 那個女的說 只有你可以幫我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到底我做了什麼事 她告訴我說 一個多月前 你在一個靈異節目 講了一個鬼故事 我們就是你講的那一對 傷害自殺的母女 那我那時候想說 蛤 這個東西 我們一度認為說 是不是警方 為了要破案 所以捏造了一個 比較靈異的 或是一個比較 難以科學解釋的方式 難道它真的是真的嗎 這對母女說 他們當時 媽媽其實是來自於一個 家暴的家庭 爸爸常常家暴她 可是當時她要結婚的時候 娘家告訴她 不要嫁這個人 她不聽 所以她跟娘家的關係 決裂 她幾乎是被老公囚禁在家裡面 老公只要心情不好 就揍她 就打她 有時候連女兒也一起 打在一起出氣 所以這媽媽不堪凌辱 趁著有一天老公睡著了 帶著女兒往外跑 但是她身上沒有錢 她也不知道怎麼圍生 只覺得自己應該活不下去了 所以到一間飯店 汽車旅館就燒炭自殺 但是她身上沒有任何的證件 也沒有留意說 所以說在警方要查這對 母女的身份相對比較困難 然後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報導這樣出來說 那個Motel常常發生靈異事件 所以我講的這個鬼故事 沒有想到故事中的主角 居然來找我 她跟我講說 你把我的真實身份 還有我其實是因為 不堪老公這樣打 我才去自殺的 她就說她恨意未消 她一定要把她老公神之以法 我就覺得 基本上是你自己去自殺的 你老公也沒有殺你 那你為什麼不去託夢給警察 要託夢給我 他們兩個就不見了 那不見了以後 我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跟警察講 警察會相信我嗎 但是 我的左半邊還是一直的麻 我只好跟警方講 我只要打電話去 台中那個俠區的警察講 他們也覺得半信半疑 後來的後續 我沒有再follow了齁 可是說也奇怪 一個禮拜之後 我的左半邊竟然不麻 所以我就很相信 我真的遇到了靈界的朋友 當時太太還不是很相信 但就在那個禮拜 我不麻了以後 她也遇到了怪事 什麼怪事呢 當天晚上 太太突然接了一通電話 哭著走出來 大家不要忘了 那時候她還是一個懷孕 十個月即將生的孕婦 她哭著說 她的前男友死掉了 我心裡想 你前男友死掉了 那關你什麼事呢 她說 因為這個前男友 當時他們分手的時候 男友沒有說任何話 就這樣跑走了 讓他心裡一直有遺憾 在我發生那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她有收到一封信 男朋友說 她的前男友告訴她說 當年很對不起你 不應該劈腿 不應該不告而別 她心裡一直有著 有一個遺憾 她想要跟她說聲對不起 可是知道 因為她已經嫁人了 過得也很幸福 所以一直沒有提 那封信 太太覺得她好像是來告別的 沒有想到一個禮拜之後呢 她就死了 大家一定會認為她是自殺 對不對 答案是錯的 她是突然走在街上暴斃 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壯年 居然會在街上暴斃 當她講完這句話之後 我的左半邊又開始麻了 那時候心裡會覺得 蛤 會不會是那對奴女 又回來找我了 她接到這個消息是 她那個前男友的姐姐 打來給她 希望她能夠去靈堂上香 可是 因為她懷孕十個月 怎麼可能去上香呢 我岳母也叫她不要去 所以在那一天晚上 我們沒有把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 她哭也哭過了 我們就睡覺 但是在睡夢當中呢 我們兩個遇到同一件怪事 我那天晚上又做夢了 夢境一樣非常真實 在我打開眼睛大叫的時候 太太也打開眼睛大叫 我們兩個面面相遇 我跟她說你叫什麼 她也問我你叫什麼 結果我們兩個居然 都夢到了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就是她的前男人 所以在那樣的狀況之下 太太才相信這世界上 真的有靈異的事件會發生 好 請投票 覺得志偉講得比較恐怖的 好 請按等 來 來 唉唷 過了耶 唉唷 來來來去幫我 這樣的醫院你敢去嗎 因為我本身是就是讀護理科的 然後因為你知道護理 就是通常全部都是女校 就是全部都是女生 然後有一個規定是 你一定要住宿舍 有一次就是我學姐跟我講說 在我還沒進來 就是在她的前一年 然後我們的宿舍有一個習慣 一個習俗就是 學姐是睡在下勤 我們是一個木頭的那個床 就是等於說木頭的床 你只要輕輕一搖 整個都會晃動得很嚴重 然後學妹是睡在上面 然後有一次他們 我學姐說她在睡覺的時候 她就覺得床在搖 然後她就問學妹說 欸學妹是你在搖嗎 然後學妹說沒有 我以為是你在搖耶 然後後來之後學姐就很怪 因為床就越搖越搖越嚴重 結果她就往下一看 穿著一個我們制服 穿著我們制服 藍色制服的女生 在下面 然後你知道我覺得我學姐 非常大膽的原因是 通常只要是我看到馬上尖叫衝出去 但她很冷靜的再躺回來 然後對她就是隔天 才去跟我那個學妹講 後來之後他們去查 就是有去問色姐 然後色姐說 在她睡的那個床的前一個學姐 是因為她車禍死亡 所以她你知道有些 就是靈異朋友 不知道她自己已經走掉了 所以她回來的時候 看到有人就是睡在她的床 她就只好躺在下面 但她很生氣 所以她就會震 然後後來之後 那個學姐畢業之後 陸陸續續就會出現一些 比較可怕的事情 就像因為我那時候 晚上都會讀到一兩點才睡覺 就等於說我是寝室裡面最晚睡覺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會被壓床 但是你知道我 我是眼睛可以張開 但是我全身完全不能動 我很知道自己是清醒的狀態 但是我就是不能動 但是我一直覺得是應該是我自己 就是壓力太大 然後太累 然後直到有一天 就我睡覺的時候 然後我就忽然感覺到 有閉機手 然後從我大腿這邊摸上 然後因為我在睡覺 然後我忽然就感覺 有人在摸的時候 我就這樣夾緊 因為我真的好緊張 我真的好緊張 我想說到底誰要摸我 然後真的我全身不能動 我真的 是這種很硬的狀態 然後後來我眼睛一張開 只要有個臉在我這邊 我不怕她 就這個臉在我這邊 然後我看得到她的五官 但是那五官是模糊的 我看她的眼睛 臉 鼻子 嘴巴 然後她在對我笑 你知道那時候 我才17歲 你知道這個對我來講 有多可怕嗎 然後後來之後 我就一直唸 歐弥陀佛 歐弥羅 觀世音菩薩 就是一直唸 就說佛祖來借我 都沒有用 她就是 你會感覺她的那個嘴角 越來越上揚 就感覺她好像在覺得 嘲笑我說 我講這些事沒有用 然後後來我就想到說 有人說就是如果遇到這種事情 然後如果你念佛經沒有用 你就要狠狠地罵髒話 然後我就一直罵 我就說你這個人在很糟糕 然後就開始罵一大堆三字經 結果罵完之後 然後那人就不見了 然後我就一直呈現那邊 然後後來我的意識 就慢慢慢慢慢慢黑掉了 然後結果我隔天一醒來 我就跟我同學講這件事情 他說 他在前一天晚上 也遇到這個事情 然後後來之後 我們就去廟裡面拜拜 然後後來就沒有再遇到 好 覺得 原子比講得比較好 比較恐怖的請按 等 一二三 還是有人喜歡原子比 來請回座 謝謝 各位 喝口水 一位 許浩平來了 許浩平又來了 準備好你的膽量 迎接被急發量的恐怖故事吧 電話那頭燒來恐怖的聲音聲 那半夜 忽然接到你的電話 那電話聲音就傳來 然後接著就聽到他講說 我頭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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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林青霞 林姐就有嚇壞 趕快把電話掛掉了 他上面發現 為什麼在他們床邊 有一對 藤椅 這個藤椅 為什麼 應該是空的 現在上面去 啊 哎呦我的媽啊 各位 許浩平來了 空空空 哎 許浩平來了 空空空 哎 浩平哥請就 這一段比較可怕 哈哈 我會回來看你的 我最了 我的愛人 我的眼睛 有兩個你 三個你 十個你 萬個你 哎 哎哎 去錢櫃 去錢櫃 這鬼真假 你不要唱比賽 然後我不知道這首歌是首歌的 三毛 對可是你知道以前我不知道是三毛做的 因為他的歌詞寫的是他英文名字 Echo OK 你看最近中國好聲音他們不是也唱到這首歌嗎 是是是 他唱不要告別 他寫的是詞 Echo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這首歌是三毛做的 OK 可是今天這個故事就是 其實 我覺得我相信在另外一個世界的 OK 所以剛剛你不是為了純唱歌爽 是為了故事開頭 就是故事的開頭 營造的氣氛 但是不用一曲 還沒有剛剛跟我們才唱的三毛做的 夠了夠了 重點是 重點是 你如果一直聽到一首歌的旋律 可是你卻不懂 為什麼這個歌一直在你旁邊萦繞 就好像如果有一天 我們最摯愛的朋友 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你想他要用什麼方法 來跟你聯繫 所以也許我現在要講的 這並不算是個鬼故事 可是確實有太多無法解釋的東西 在過去這二十年來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我們一個很懷念的作家 三毛 他的過世真的是非常的離奇 因為在他過世前兩天 在他的病房裡面 其實他跟我還有跟他的媽媽 都一再說 我床邊有好多小天使 我們都覺得他是在開玩笑 而且也都覺得三毛他是一個很有赤子之心 也是個非常熱誠 真誠的人 然後他很喜歡小孩 喜歡動物 喜歡各種 我覺得是 因為他有顆很柔軟的心 所以他對很多事物 他能夠感受 也能夠透過他的文章 感染給我們 可是他講這些小天使 他說就讓他床邊跑來跑去 所以其實我們聽的時候 就當作他在寫一篇很浪漫的文章 但是沒有想到那個地點是 台北榮總的單人病房 就在那一天 1月2號之後 我去香港辦簽證 然後三毛媽媽就在 聽了三毛講的那些之後 然後她 要她媽媽先回家 然後那當然在3號 那一天 就是三毛她進醫院 做她的一個復刻的手術 手術其實很成功 可是也沒有想到 就在那一天的深夜 也就是1月4號的凌晨 她居然就在 那一間醫院病房的廁所 用絲襪 上吊自殺 當然我先講的這個是 最後檢方 驗世的一個結果 可是我們所有的 她的家人朋友 都不認為她是這樣走的 因為 掛在這個點滴溝實在太低了 可是 你說她走了 是不是會讓我們 這些做朋友的很希望 我真的反倒很希望 她回來告訴我們 更何況我們講過 她和我和泥礦 和古龍和林青霞 司馬中原 我們就五個人 都有一個生死之約 就是誰先死 誰就回來告訴 還沒死的人 告訴她死後的世界是什麼 就在不久前 剛好坐飛機 經過香港 我前座坐的就是林青霞 青霞姐 然後我們就 當然就開始 聊起來 那麼其實當 三毛走了之後 其實她不只是 讓青霞姐 在幾天之後 在半夜 忽然接到 裡頭的電話 那電話聲音 就傳來非常 清亮的一個聲音 青霞 那這個聲音 當然讓青霞姐 嚇了一跳 怎麼回事 半夜三點 然後接著就 就聽到她講說 我頭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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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林青霞 林姐就嚇壞 趕快把電話掛掉 可是接連著 過了不久 她又繼續夢到 夢到 或者她根本感覺 她是親眼看到 稿紙 信尖 在上面這樣飄下來 她就一次問我說 她說 這到底是不是 三毛想要傳達 什麼文字給她 要告訴她 所謂死後的世界 還是有什麼訊息 要告訴她 她就講到 信尖這個東西 我就嚇了一跳 我說信尖 我說三毛她在 過世前兩天 她真的在 她跟我交換 我們各自 出的新書裡面 當時她出的是 滾滾紅塵 也是那一年 入圍金馬獎 十一項 最後奪得 八項大獎的 這一部當年的大片 滾滾紅塵 而其實誰也沒想到 她居然 在這本書的 第192到93頁 夾了一封信 居然這個答案 是從青霞姐的夢裡面 提醒我 她好像要告訴我的東西 是藏在這個裡面 而且偏偏她夾的這頁 是第66場戲 這66場戲是什麼呢 就是講到 裡面的劇中的男主角 能才跟女主角韶華 在上海的碼頭 民國38年 1949年 兵荒馬亂的時候 那生離死別的那一瞬間 你看這邊這張照片 就是林青霞和秦漢 在當年 在劇中留下的 碼頭前的劇照 也是劇中這兩個人 最後一次的 擁抱和見面 於是我就 回到家 趕快再一次 把這個信打開 這已經是 整整21年 又十個月前 我收到的一封信 可是卻在三毛的死後 我才發現 因為他夾的 藏的實在太好了 他上面寫著 小熊 是他稱呼我的一個 比較熟悉的一個 暱稱 我走了 這一回是真的 在敦煌飛天的時候 浩平 我要想你 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什麼叫做 在敦煌飛天的時候 我要想你 結果青霞姐繼續講 他說 後來 他要到埃及開羅去看金字塔 然後他們就先到了巴黎 到了巴黎之後 剛好鄧立軍 那個時候也在巴黎 所以呢 他就打電話給鄧立軍 也給鄧姐說 我們一起去開羅 我們去埃及看金字塔好不好 五千年的古蹟 就鄧立軍第一句就說 那個地方太陰了 你們不要去 非但他不去 他還叫林青霞他們都說 你們不要去 林青霞想說 這個五千年的歷史古蹟 當然要去 所以他們還是執意這個團體 開拔到了開羅 然後當天晚上 第一個晚上 三毛就和 應該是林青霞就和他的 另外一個女性的朋友 分住在同一間 各睡在一張單人床上 而就在睡覺的時候 他發現 他自己眼睛不自覺的 從睡夢中張開 張開他發現 為什麼在他們床邊 有一個藤椅 這個藤椅 為什麼 應該是空的 現在上面去坐的人 因為跟他同住寢室的 這一位女性朋友 也睡在隔壁的床上 那那個人是誰 在睡眼心中當中 仔細地想看 但是又怕 想看又怕 仔細一看 他非常確定 那個人穿的是 紅色連身的洋裝 長長的裙子 非常優雅地坐在那邊 看 他 就是三毛 這時候青霞姐已經嚇到不行了 他把棉被蒙住頭 然後一直唸著 可是他這個故事 就讓我發現 他看到 這一個影像 不斷地 其實抓著自己的衣袖 而這也就是讓我在百慕達潛水 大家也許會覺得 小鳞幹嘛那麼瘋狂 跑到百慕達去 其實在百慕達的時候 大家曉得那是1996年 到現在 已經有16年之久 可是三毛1991年過世 前兩天 同樣在他講那些 小孩子跑來跑去 小天使跑來跑去 這些不祥的預造的同時 他也跟我講說 浩平你可以去潛水嗎 我說我不會潛水 那你可以去學嗎 我說我一點也不想去學 因為我太多次 差點被淹死 我實在不喜歡潛水 他說他真的希望 我能夠幫他的先生 何悉完成那個心願 也就是任何一個喜愛潛水的人 朝思暮想都是想去百慕達潛水 但是他的先生生也未潛水 死28歲 就死在加納利西邊 拉帕馬島的海裡 可是就這兩天過世後 我就發現我簡直別無選擇的 就去學了潛水 就在幾個月後我拿到了潛水執照 1996也真的到了百慕達潛水 可是第一次下水非常順利 只是時間空間感覺有扭曲有改變 可是當第二次 其實那天的海上非常的糟糕 可是我質疑要下水 因為再隔兩天我就要飛走 可是你知道潛水的人都晓得 在起飛前的前一天是不可以下水的 因為你如果下水之後你體內的 細胞裡面的那些蛋沒有辦法排放出來 會有危險 所以我知道那是我最後一天的機會 所以我必須要再去那個潛點 可是我們不曉得我們試下了好幾個潛點 水面的海象都非常差 但是沒有人注意到每次下去 其實因為海象差我們用了更多的氧氣 所以當最後一次能夠下去的時候我們好高興 可是其實我們被漂到了更深的地方 可是完全不知道氧氣已經不夠了 最後 最後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敢相信那時候是怎麼浮上來 因為我的氧氣已經沒有 其實就像是有人抓著我的衣袖拉著上來 拉上來聽到 後來青霞姐講到這段 一個女的看著她 然後還抓著衣袖 我再回頭再把這封信再仔細讀到最後 我發現 後來青霞姐講到這段 我再回頭再把這封信再仔細讀到最後 我發現 為什麼好多的答案早就寫在裡面 它這邊寫的 此刻的你 在火車上還是汽車裡呢 如果我不回來了 要記住小熊 我曾經巴不得 巴不得你不要 鬆掉我的衣袖 在一個夜雨敲窗的晚上 或許我們這位朋友 一直想透過各種的方式來告訴我們 或者來幫助我們 所以當有機會陰陽時空兩格的時候 或許你再遇到 並不要去害怕 那只是他們想透過不同的方式 傳達給你的那份關懷 和他想告訴你的訊息 出乎我意料之外 結束沒有來一首歌曲 我覺得 表明今天講的比較恐怖的請亮等 一二三 這個太溫馨了 這哪裡恐怖 這個太溫馨了你知道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我們聽了會流淚感動的故事 還是趙哥了解我 他們孩子 他們還小 難得在我們這邊能夠拿到這個鬼燈獎啊 不容易 不容易拿到這邊都是有好事可以發生 打開看看 今天幫你準備的是 超級無敵 阿娘阿威 霹靂臭 許不是那個 這個拿了以後頭髮抹一抹 腿就不敢接近了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專愛一些有的沒有的 屈腿抹一抹 真的真的 屈腿抹一抹 可以可以 好抹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加抹 我跟妳講 我們也有在這邊拿過鴨蛋回去 就好 OK的 OK的 就收看我們全部就知道是假的 假的 你再看一下你的假的 壓了壓了 謝謝大家 謝謝